同学们,大家好 接着我们进入到第20单元的基础练习的第一部分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部分的选择题 20单元,基础练习一 第一题 那么当我亲眼目睹了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家人的那些人 他们的那些样子,生意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不禁落泪了 那么首先注意这个单词 那么于是我不禁落泪了 那这是一个文型表达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选择 那我也可以用过去是 不可以忽视同伴 然后呢,只是追求眼前的利益 那么这会儿,瞧不起同伴 不顾同伴 忽视同伴 用哪个字要好呢? 那么第一个,不顾不顾不管 第二个,不顾不顾不管 可能会发生一个这样不太好的事件 那么,被炒鱿鱼了 被解雇 所以这个では表示轻微的假设 如果说你一直这样玩忽之手的话 不认真工作的话 那么你被炒鱿鱼 可不要来找我 也就是我告诫你 你有可能会被炒鱿鱼 那么第一个,我考虑你以为 开端,一连串事件 不顾不管,比较积极勇敢 那么,近接内情不自禁 闹杀利相当于意义加減 马虎,敷衍不认真的样子 所以这个正确的答案是四番 第四题 看到目前是一个时间 实验是一个事件 那么即将要进行了这件事情了 所以这件事情迫在眼前了 那么有哪个呢?四番 马上就要考试了 于是呢,女儿 普段にも増して にも増して 比A的程度更高 那么可能平时就挺努力的了 现在更加在努力着了 那么第一个,思って 表示一种方手段 或者是一个时间 初めて,初めて单独的话 就表示第一次了 向って向着什么,朝着什么 而控制的这里面临即将要做某件事 第五题 今回の調査結果 新製品のデザインを作り直すことにした 那么这次的调查结果 于是我们决定 重新来进行新产品的设计 NAUS就在动词的词尾 表示再一次重头重新做某事 那么在这个调查结果的基础上 那么以这个为基石 为基础立足于什么上面 正确的答案是一番 をまいて 立足于这次的调查结果 我们决定重新来设计新产品 を振り出し为出发点 をまいして 面临即将 しかえて 也是面临的意思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一番 その二人は入籍の手つきを正式な夫婦となった 这两个人呢 入籍手续怎么怎么样 变成了正式夫妻了 那么经过了这样一个手续 过程 最重要的答案是一番 へて かんぜとじん 表示经历了某个空间 或者是个流程 或者是个过程 于是达到某个结果 を押して 定着困难 做某事 受けて 因什么 受到某种要求啊 等等用法 を控えて 面临即将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一番 那我看到第七题 席国を何にして お世話になった人たちに 挨拶しに行った 那么就要回国了 于是呢 去向关照过自己的人 打一声招呼 问声好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看到 即将要回国了 面临着回国了 何々を前にして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三番 那么第一个 ないんがしろ 对什么东西 有点瞧不起 看不起 不当一回事 なおざり 敷衍马虎的 いいかんえん おもて 可以表示一个时间点 也可以表示 方式方法手段 等等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三番 即将就要回国了 席国を前にして 第八题 今回の進歩事文は 午後5時 終了いたします 很正宗的表达方式 終了いたします 我们就要结束了 終わります 那么第一个 にかんいて 表示限定 仅限于什么 偏偏围堵 おまえにして 面临即将 おふまえで 立足于这个基础上 おもって 这里则表示一个 时间的 结束的点了 所以五点钟 我们就要结束了 正确的答案是四番 第九题 彼女はあらゆる困難を 研究をつけた 他や克服了种种困難 不惧种种困難 一直在坚持研究 第一个 も さることがら A固然重要 B更重要 何々を なおざりにして 那么 敷衍馬虎 不认真 对待某些事情 お ものともせつに 不顾不管 比较一种 极其勇敢的表现 被迫做猛事 被迫做猛事 所以 最重要的答案是三番 お ものともせつに 第四题 台風のため 出発予定だった フライトは 結構 よぎなく 由于台風呀 这个原本预计 要出发的 这个 フライト 航班 不得不 停航了 那么 不得不 航班停航 主雨 不得不 发生某件事情 被迫做猛事 所以我们应该用 サレタ 而サレタ是表示 这个A 这个主语啊 另什么什么 不得不发生 改变 多么是 所以两者语气 是不一样的 请大家格外主语 正确答案是 三番 好 那么到这里的话 基础练习一 我们告一段落了 稍息休息 进入到基础练习的 第二部分 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